家具的写作语词是最后一项了 这个是来说明看到事物的光明面跟黑暗面 不会很难 look on就是看到 the bright side就是光明面 of things look on the dark side of things 就是看到黑暗面 现在我们来看例子 这是两个不同的人做比较 第一个是people 什么人 这就是加进一个关系子具 来补充说明这些人 这些人怎样 who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of things 看到事物光明面的这些人 动词出来了 feel much happier than happier是形容词比较急 所以前面用much来修饰它 much happier就是快乐的多了 感到快乐多了 比谁还要快乐多啊 比这些人 those those就是代替people 这些人 什么人 后面又是灌带 后面又是灌带 those who look on the dark side of things 看到事物黑暗面的人快乐多了 所以看到光明面的人 比看到黑暗面的人还要更加快乐 那后面这个地方要小心 因为前面有重复了 所以who look可以省略掉 of things也重复了 也可以省略掉 这就一个精简的写法 所以念起来你会觉得怪怪的 事实上这是对的 people who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of things feel much happier than those on the dark side 我们看第一题 每个人的人生观不一样 有些人常看到事物的光明面 现在我们来补充 人生观 人生观是 philosophy of life philosophy of life 所以这个philosophy就是哲学 就是人生的哲学 那哲学家就是用这个字变过来的 叫philosophy p-h-e-r 这个就是哲学家 现在我们把答案给他完成吧 每个人的人生观都不一样 老师常常会把每个人 everyone或者是everybody 用people来做翻译 因为people涵盖是整体的 每个人也是一样 但是没有people比那么好 所以people不同 主词是people 如果我们照字面上翻 说每个人的人生观 everyone's philosophy of life 不一样 像这样子的写法 其实是没有那么棒的 说everyone's philosophy of life is different 这个写法有没有错 没有错 但是并不是很棒 英文一般而言 只要是牵手到人的 像人生观也是讲人的 最好是用人当主词 所以老师的写法会变这样子 people 人们 不同 are different 然后 在什么方面不同 我们要接in in their philosophies of life 句子结束 这个是英文 比较常见的写法 上面 everyone's philosophy of life is different 这有点按照中文的翻译 第二个就是英文的句型 people are different in their philosophies of life 下去我们来看 有些人 some people some people 副词 often 或者是usually often是50%的频率 usually是70%到80%的频率 所以看你的频率有多高 然后用这个副词来 这个表达 看到 look on the bride b-i-i-g-h-t side of life 这是第一题的 第二题 然而 也有许多人 深信悲观 我们先看悲观的写法 悲观者 英文是pessimist p-e-s-s-i-m-i-s-t 这是名词 它的形容词呢 形容词是 pessimistic 一样是这个字 pessimistic 这个是形容词 那有悲观 就有乐观啦 乐观是 optimist optimist OK 这是它的名词 那形容词呢 就是optimistic optimistic 这是它的形容词 这几个单词都不错的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 答案完成吧 这兰儿 就是跟前面第一句 在对称的 正反面在对称 所以我们要用 对称的一个 转折副词 这个转折副词 非常好用 那就是however 当然你也可以用 on the other hand 另一方面 好 用on the other hand 也是可以接受的 也不错 好 前半段已经出来了 many people 很多人 深信悲观 这个也有 不需要翻了 这只是正反面对照 我们就是用 some people 深信悲观就是 他们天生 本质就是悲观 所以我们可以用 或者是悲观的人 some people are pismist mists 他们就是悲观的人 深信 深信 英文有一个固定的 表达方式 就是by nature by nature 就是本性 就是悲观者 因此 因此我们可以用分号 那后面有一个 很棒的转折语 叫deal for 因此 这个写法真的很好用 在文章里面 这个常常会使用到 分号 deal for 他们 常看到 事物的黑暗面 they often 用usually 也可以 lly look on the dark side of sins ok 这就是两题 这个乐观 悲观 光明面 黑暗面 我们学英文也是一样 如果你看到黑暗面 老师英文好难学 哦 那可能就学不好 你如果用光明面来看 他学英文很有趣 我就接触他 哎 那么这样子 英文可能就会学得很好 老师祝福这个阿姨的同学 在英文学习的路上 一帆风顺